年度特效最爆炸的皮肤他们来了 但是仅限于特效 因为这模型 这个原话 估计大多数人接受不了吧 首先是涂鸦Niko 就像刚说的 这原话我是真看不了一点 现原形了是吧 特效方面倒相当不错 回程涂鸦签名 光被动就涂鸦风拉满 Q技能命中 也有不同颜色的涂鸦表情 一技能禁锢 甚至涂鸦加箭头 细节拉到不能再满 我原以为大招能更惊艳我 结果特效不算特别浓厚 要我说 直接把圈里涂满 更有感觉 第二位便是杰拉 原话咋变黑皮辣妹了 而模型咱不能说 不是烧鸡就不好看 只能说很赛博很朋克 特效方面也很不错 回程画的是哪朵玫瑰没有荆棘 技能的话 咱就看植物就完了 有一种斗魂和至高天的美 大招一开 中间还有恐怖鬼脸 非常有感觉 总体来说 就是这皮太红了也 太失败了 男英雄方面 第一位是火男 原话这种形象倒能接受 毕竟之前也这么干过 特效方面也很顶 不是这手里的火苗 会不会太像答变了 建议重画 回程非常张狂 掏出大鬼火 给涂鸦上色 被动吸尖拉满 多少效果还能根据层数变化 Q技能火球 更像一支火箭 核心GW 将涂鸦画风 发挥到极致 一技能不多提 那时候也就一个火球 弹来弹去 但触发被动火环 就来感觉了 连独条都有主题特效 男人设计师 顺便把火男模型改改吧 这么帅的皮肤 就别让他脱背了 意外的是 而原画方面 竟然好看得出众 堪称萌多史上最帅 特效方面 回程看似一头乱画 使得最后一匹 直接涂鸦出鬼头能面 哦 原来就是他自己啊 帅就完了 Q技能小刺刀带拖尾 W小蓝环带自己涂鸦 E技能一个大皮刀 这掏了个啥玩意儿 而大招爆衣 又好像没爆 就崩飞了几个颜料罐 化身绿巨人 形象更加猙獰 皮肤总体质量非常高 被动掉地上都有涂鸦细节 设计师真的 我哭死 最后狮子狗这个 原画倒还挺帅气 但一道模型 不好评价 特效方面 只能说太少了 W这一下 还没圆皮带感呢 E技能勉强能看 大招有点意思 这个标记挺别致啊 目标身上还冒爱心 不知道的 还以为寡妇来了呢 最后细时化皮肤 水晶延雀 就不多说了 虽然不喜欢这个系列 但动体质感 比上次雷欧娜的好太多 尤其是炫彩啊 但原画你怎么 整的跟凑败军团似的 怎么说呢 咱就换个系列多吧 OK